這個圖是C.垂直A. A.這條線有多長 麻煩之處是在於中間用到B.C.和B.A.這兩條線 我們可以怎樣去介紹這個圖呢? 為了製作一些直角三角,我們由B垂直線 在地上A.D.Q. 由C垂直線到B.Q.這點是P 我們便會知道 因為這條線有三個直角,所以這條線是第四個直角 所以便會知道 B.C.P.就是90度-C 我們便會用直角三的cos C.P.O.V.C.就是cos90度-C 所以C.P.就是B.C.乘回C 90度-C就是C 另一方面 留意,這條線是屬於C.P.其實是D.Q. C.P.就是D.Q. 這樣拉下去 另一方面,我們要找回A.Q. A.Q.如何找呢? 就是A.Q.O.V.A.等於cosA. A.Q.就是AB成cosA 因此,AD整條加起來是D.Q.就是CP A.Q.再加上A.Q. B.C.sinC 加上A.B.cosA JC 解釋 CoA 則